其實我覺得看得出來 因為韓國瑜本來應該是沒有下船 所以那時候王惠美也跟他說 你真的要下去喔 但沒關係反正韓國瑜 他就直接把這個西裝脫了 然後領帶也解了 然後直接穿上舊生衣就直接上去 我覺得展現了一個韓國瑜的 做自己的態度 就是到現在 其實韓國瑜還是在做自己 就是什麼事情 他希望還是能夠親力親為 那包含你說 他去看那個打架的法案 他想要展現他的關係 他也是親力親為 有時間就直接到委員會 來幫委員們加油打氣 那包含這種華龍舟 他也覺得他必須要親力親為 到現場直接來跟這些立委們加油打氣 我覺得韓國瑜做自己 他當院長沒有變太多 但是因為要恪守議事中立 所以很多時候 他沒有辦法對媒體說太多 但是韓國瑜本質上 他的個性依舊沒有變 可是他做上來之後 看起來就是多了一點點重量 今天韓國瑜到了彰化陸港去華龍舟 那麼他其實是參加一個華龍舟的開幕賽 然後這個是舉辦在彰化 而這個是一個多月前 彰化縣長王惠美就已經盛情的邀請韓國瑜來組隊 所以韓國瑜在今天是率領了立法院裡頭的國民黨 還有民眾黨的立委組隊來參加龍舟比賽 但這個龍舟比賽非常的有趣 因為韓國瑜名槍完之後 到了一半他居然自己脫下西裝 然後卸下領帶 穿上救生衣 就像大家現在上面畫面所看到的 然後就直接坐在龍舟上面了 他說他今天要擔任什麼角色呢 他要擔任的是鼓手小助理 鼓手是誰 鼓手呢就是副院長江啟成 在前面的奪標手是台中的立委黃劍豪 然後你可以看到在這個船上面坐的就是藍白立委 包含了陳玉珍啊謝一鳳啊 還有我記得應該還有看到楊瓊英 林毅君等人他們呢都在這條船上就是來進行龍舟比賽 然後我看到之後就覺得真的太有趣了 一定要剪出來畢竟今天是端午連假的第一天 一定要給大家看一些應景的場面 然後我覺得蠻有趣的一件事情 大家可以看到在韓國瑜現在坐的這個位置 如果你去把它對比在立法院的位置上面 就是很像立法院的主席台 然後他就坐在主席台上面 然後再看著底下的這一些藍白的立委 奮力的滑龍舟 然後同時也給大家加油打氣 我覺得蠻像他在那個立法院的這種座位的配置 就是等於說把立法院的位置 然後呢直接搬到這個龍舟比賽來 然後現在這個比賽正式開始了 沒有韓國瑜就開始給在座的 每一個立委藍白立委們加油打氣 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 哇這個滑的速度似乎是有一點點的落後 但韓國瑜擔任秤職的鼓手小助理 同時也是擔任秤職的啦啦隊 因為不是把大家拖有沒有把大家拖累 我不知道 因為韓國瑜好像本來就沒有要搭上這個龍舟 他好像是現場臨時起義 然後就把西裝脫下來 然後就搭上去 所以等於說他那一艘船 多一個人 到底是那種真正加油的啦啦隊 還是加重重量的啦啦隊 這我們是不得而知的 可是他擔任這個鼓手小助理 稱職的幫立委加油 我覺得也充分展現了韓院長 他在立法院裡頭的人設 尤其前幾天大家所看到 韓國瑜他人就直接到這個內政委員會 來關心打炸司法的修法進度嘛 那當然這個背後也就是凸顯了 他對於打炸司法進度的一個重視 也是給立委們加油打氣 所以韓國瑜不論是在立法院裡頭 或者是立法院外頭 或參加這種龍舟比賽 都充分的展現他 非常努力的要團結立委士氣的 這樣的一個人設然後在比賽出發之前 韓國瑜就先來跟大家喊話一下 信心喊話在致詞的時候就有說 因為立法委員呢在會期期間 有經過四次開會已經練就了一身肌肉 因為那個國會改革法案 四天四夜的審查嘛 然後還有那種衝突的場面 大家應該肌肉都已經練起來了 所以韓國瑜就說等一下華龍舟 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 原來立法院隊這麼的脆弱 就是他妙語如珠 然後呢在比賽之前 先給這些立委們先打預防針 就跟大家說 等一下應該是會看到 立法委員如此的脆弱 結果到最後的結果怎麼樣呢 結果硬撐了 因為這場比賽表演賽有四支隊伍 包含了台中的隊伍 彰化的隊伍 南投的隊伍 然後還有一支立法院的隊伍 然後最後滑出來 果然立法院的隊伍 吊車尾第四名 四支隊伍在第四名 但這個龍舟比賽當然是 不列入正式比賽 下面就是一個表演賽 可是面對到這樣的一個情況 韓國瑜還有江啟臣兩個人在上岸之後 有特別提到 這就是志在參加 同時他們怎麼樣化解 如此尷尬的這個場面呢 我們先聽一下稍早的訪問 韓國瑜和江啟臣 他們兩個人在面對這樣的一個 吊車尾的情況之後 依然是妙語如珠 所以即便大家是吊車尾 但是呢他們的這些說法 直接化解了全場的尷尬 而這個應該也是韓國瑜 非常久沒有停下來 給媒體讀訪受訪了 就是這應該韓國瑜 進立法院以來 可能也可以說是第一次 直接正面回應記者的問題 因為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 韓國瑜面對媒體的提問都是什麼 謝謝啊辛苦了大致上就是這樣子而已 可是呢他今天就直接跟大家說 立法院裡頭三黨不過半 所以划船也不一樣 然後江啟臣也說這就是立法院 怎麼樣在圖利大家 所以立法院就是要推動 服國利民的政策 因此呢也把這個歡樂 送給了其他三支隊伍 讓這三支隊伍拿到一二三名很開心 那麼立法院犧牲一下自己也沒有關係 那我覺得韓國瑜講這一番話 他說立法院三黨不過半 所以划船也不一樣 我覺得他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龍舟比賽就是一個團體賽 那麼立法院也是一個團體 所以大家在裡頭 立委在立法院裡面 大家有不同的黨派 不同的聲音 但都沒有關係 因為大家就是都在同一條船上面 而這條船上面大家 縱使偶爾會意見不同啊 像划龍舟的方式大家沒有練過 怎麼划大家不確定 但是呢經過划到一半 可能到了途中也就像是衝突 磨合折衝之後呢 一步一步終究還是會划到終點的 我覺得這就是意味著 立法院的團結啦 就算中間有出了一些小插曲 就算大家彼此之間 還沒有這麼的熟悉 但是相信時間 時間可以讓彼此之間 更加的凝聚士氣 飲料升級蜂蜜系列 只要加十元起 應該是沒有下船 所以那時候王惠美也跟他說 你真的要下去哦 但沒關係反正韓國瑜 他就直接把這個西裝脫了 然後領帶也解了 然後直接穿上舊生衣 就直接上去 我覺得展現了一個 韓國瑜的做自己的態度 就是到現在 其實韓國瑜還是在做自己 就是什麼事情他希望還是能夠 親力親為啦 那包含你說他去看那個打架的法案 他想要展現他的關心 他也是親力親為 有時間就直接到委員會 來幫委員們加油打氣 那包含這種華龍舟 他也覺得他必須要親力親為 到現場直接來跟這些立委們加油打氣 我覺得韓國瑜做自己 我覺得他當院長沒有變太多 但是因為要恪守議事中立 所以很多時候他沒有辦法對媒體說太多 但是韓國瑜本質上 他的個性依舊沒有變 可是他湊上來之後 看起來就是多了一點點重量 但是我覺得如果前面有些安排說 韓國瑜他可以上來這個船上 就是問韓國瑜的意見要不要上來划船 我覺得韓國瑜也是不排斥他自己划啦 因為我覺得大家已經很久沒有看到 這樣的韓國瑜 就之前在立法院可能 跟國會改革法案裡頭啊 然後他都是板著一張臉嘛 畢竟看到這個衝突的場面 大家都不喜歡 可是一直到現在 我覺得韓國瑜在端午連假的第一天 確實給大家一個蠻歡樂的一個畫面 端午連假的第一天 也可以看到韓國瑜看起來是真的 可以好好的放鬆一下了 好啦我們繼續再來看到 這個是民進黨團總教柯建民 柯建民他這幾天整個受訪的主軸 絕對不會脫離一個人就是韓國瑜 所以整個柯建民現在要來操作一個黑韓產業鏈 因為只要柯建民的談話的內容 一脫離韓國瑜之後 柯建民就沒有聲量了 柯建民沒有聲量之後怎麼辦 啊他們號召的那些青鳥們 沒有一個頭沒有一個Leader那怎麼辦 不行啊 所以現在柯建民只好跳出來 每天一直來罵韓國瑜 沒有聲量被人家看不起嘛 然後一直罵韓國瑜說 哎呀他是什麼主持議事啊 假中立啊真操作 還說這一切的事情 國會改的這件事情 還有花東三法 笨蛋問題都出在韓國瑜身上 那麼為什麼柯建民會這麼氣 我能夠歸納一個原因啊 我覺得柯建民對於前幾天 韓國瑜叫他你嘴巴閉著 這五個字我覺得他是耿耿於懷的 所以當時是在原住民禁法補償條例的朝野協商嘛 柯建民就一直插嘴啊 最後韓國瑜就直接說柯總召你嘴巴閉著 結果這句話恐怕是讓柯總召很沒有面子 因為媒體大肆操作 然後這一支影片的點閱率又這麼好 柯總召怎麼能夠忍受呢 他過去是呼風喚雨的 誰敢叫柯建民閉嘴 過去沒有人 但今年不一樣了 韓國瑜接院長之後 直接叫柯建民閉嘴 我們先來回顧 那一天朝野協商的這一段精彩的畫面 等一下院會進行處理 廣方討論221 院長我很對 等一下 你反對我們就 等一下等一下 我講公告獎金等一下 為什麼不能講啊 講啊 講啊 我講一下吧 我今天只有這個案子 還有這種急啊 等一下 不是啊 柯建民到底講了多少話了 然後他每次講話都不會在重點上面啊 每一次聽柯建民講話 就是聽他在公告啊 我覺得韓國瑜就要閉嘴也是剛好而已吧 你看就是 每提一個案子 柯建民就要反對 然後還在那邊大聲說 為什麼 為什麼朝野協商不能又講話 然後你看那個聲音多大聲 有沒有很像流氓 為什麼不能講話 不然你是怎樣的那種態度 但是 他講的話還不夠多嘛 而且他一次都是長篇大論 他不會收斂問題啊 所以大家為什麼要聽他公告 結果就是因為這個 叫他嘴巴閉上 我看柯建民是記在心裡的啦 柯建民記在心裡之後 終於抓到了一個把柄 能夠來反殺韓國瑜 也就是說呢 韓國瑜他在上個禮拜一的時候 不是到那個內政委員會去旁聽那個打架三法嗎 結果柯建民直接跟大家說 這個是違反了立委職權行使法 所以他說韓國瑜違法了 他說韓國瑜怎麼可以進到委員會去審查法案呢 我是覺得這樣的說法非常非常的荒謬 他說為什麼韓國瑜還要到委員會去靜坐 你如果要看那個法案怎麼審 你就在你的辦公室裡面看直播就好啊 幹嘛出來作秀 問題是韓國瑜他違反了什麼法 哎不要忘記韓國瑜他雖然現在是立法院長 但他還是一個立委的身份啊 那他身為一個立委 他去逛一下這個委員會又怎麼了嗎 去看一下委員會會怎樣嗎 而且打架四法這個部分 是卓榮泰跟韓國瑜之間的共識啊 也就是說行政院和立法院都有共識 那韓國瑜到現場表現出他對於打架四法修法的重視 但是又合錯之友 然後再來 柯建民說韓國瑜他怎麼樣 他說他是在違法進到委員會來審查 哎韓國瑜進到委員會裡面半個小時的時間 他不發議語 他就是坐在現場 聽著委員在那邊講話 聽著委員對於打架四法的意見 請問一下他到底哪裡違反議事中立 所謂的違反議事中立應該是說 韓國瑜直接拿起麥克風 然後說他對這個法條有意見怎麼樣怎麼樣 但韓國瑜沒有這麼做啊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柯建民現在黑韓無所不用其極 反正看見黑影就開炮 反正看韓國瑜做的每一件事情 他就是不爽啊 所以在旁邊乖乖聽著立委怎麼陳述 柯建民也有意見 啊